大家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画案的损某结构以及组装过程 牙板部分呢是做了一个通体牙板 然后在上面开拆草口 牙头是采用的两块脱脚式的牙头 牙头的正面出一个45度的隔脚损头 背面呢出一个背夹式损头 平行的穿插到牙条之上 对牙条起到了左右的夹合力 牙头正面的隔脚损头和背面的背夹式损头呢 全部都是采用的燕尾笋和牙板进行连接 更大的增强了牙头和牙板之间的连接稳固性 腿足部分顶端开采一个通体槽口 牵截牙板 两端呢侧开笋槽镶嵌牙头 牙板和在腿足上面开采的笋槽呢 平行向下穿插 利用腿足中开采的槽口呢 牵截住牙板 形成了咱们所说的夹头笋结构 两个腿足侧面呢采用的是双横层连接 均采用钉子结合笋 不过下面一根横秤呢采用的是勾挂电笋结构 也就是在笋头外侧向内斜切一个三角形缺口 同样在孙眼部位呢也要向上斜切一个缺口 这样就构成了笋头部位是外大内小 而孙眼部位呢是外小内大的一个结构 当笋头穿插进去之后向上一打两个三角状的缺口呢就能扣合住 下面会产生缝隙加入销钉底盒 横蹭和腿足之间呢就会产生一定的拉拽力 稳固性至极 侧面的短牙板呢是采用的燕尾笋扣合结构 而入笋方向呢是和侧面的双横蹭入笋方向相同 当双横蹭中的高挂垫笋组合之后呢 短牙板中间的燕尾结构也就被紧紧扣合好了 非常牢固 然后把换的按面和腿足顶端的双笋头进行结合组装 最后呢将带有燕尾的小穿带安装到面边以下 牙板的内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